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容器附近的研究室应用同样的阻人材料制成 且在不进行实验室应填充液氧化碳、蛋或其他灭火机材料 并在此处实施标准基金会协议以阻止未经授权的进入 研究室内不得有可燃或半可燃物质 除了实验室可以带入一点点以外 若测试活物或可自行移动的测试目标需要申请授权 在测试时,实验室将保持封闭 且随时准备启动紧急真空系统 所有人员在实验室内不得穿宽松衣物 长发音盘旗 建议使用阻染服 备注310-AA 最后一次提醒 领带也属于宽松衣物 文站点内鼓励穿着的普通服装是哪样 我们都要避免像博士那样的例子 任何有可能意外接触到SCP310的物品都不得穿戴 John Jack博士 任何接触到SCP310的物品 应留在实验室内直到燃烧殆尽 任何物品或衣物若接触到SCP310 应以最快速度移开 也避免进一步接触 任何上只或下只接触到SCP310 应尽快切除 手术工具包括古具应随时在手 以及在断线前和电锯 因为时间因素无法赶到时 在可能需要截止的情况下更好的使用 任何接触到SCP310的滴检源应马上处决 若地显源曝露在SCP310下是实验的一部分 建议在此之前将测试人员捆绑住 以防止进一步以外接触 研究室应保持封闭 直到接触SCP310的物质全部燃烧殆尽 因此为了防止长时间封闭研究室 建议限制测试物体的尺寸 描述 SCP310是一支157毫米高的白色蜡烛 显然是由一般扭指制成 在SCP310上没有任何标记 其尺寸为直径33毫米的圆柱体 并带有圆锥顶 顶上伸出7毫米长的灯芯 当没有轻微无氧介质中时 灯芯会产生一股24毫米高的稳定火焰 该火焰可以通过大部分传统的灭火方式熄灭 抽走氧气 浸泡在飞人液体中 突然吹来的强气流 尽管如此 一旦除去这些抑制因素 火焰将会马上复燃 其性质非常类似标准的魔术蜡烛 只有极少的一些牛脂在灯芯的底部异化了 且没有被火焰燃烧待兴 甚至在最长的一次无收容状态的持续时间中 在 到 的 天中 并造成了 质件 在树中内的任何时候 都没有观测到SCP310的牛脂浓度 或总高度 由任何削减 除了与SCP310的火焰产生作用外 牛脂本身在各个方面都没有异常 从SCP310中提取的牛脂 称为SCP310-01 并编辑为Safe 它就和预想的一样可以切开并去延展性 它同时也会在接触普通火焰时 会普通的融化和燃烧 若从SCP310上剪走一段牛脂 它之后会通过未知方式慢慢重生 若SCP310被剪短 牛脂会从断面生长 直到达到原来的157毫米高度 且外观也会恢复成无损的样子 在一次实验中 SCP310被放置在一个加热时 将其整个融化只留下灯芯 火焰在没有燃料的情况下 继续燃烧并渗出牛脂 直到恢复到初始状态 任何可燃或半可燃物质 若因为SCP310接触 会被慢慢扩散的火焰点燃 不像SCP310的火焰 这个火焰除了燃进它的燃烧界之外 无法用任何手段熄灭 实验显示火焰会继续燃烧 即使处于无下状态 真空中 水下 但饱和的环境 在强气流中 冷藏环境中 被塞为一堆阻燃物质中 或以上任意的组合 只有彻底燃进 所有接触到可燃材料后 才会熄灭 所有被SCP310点燃的物质 称为SCP310-02 并编辑为Eucaly 直到血燃烧殆尽 之后编辑将恢复成Safe 因此若发生意外点燃时 特别是人员被点燃时 尽快将人员的其他部分 与被点燃的部分分开 是唯一一个 保留下人员其他部分的方法 SCP310-02物体 以同样的能力将火焰 散布给其他可燃或半可燃物体 导致更多SCP310-02物体 发生这种连锁反应的可能 令人担忧 测试显示 用身体去接触SCP310 类似于自焚 并有高度痛苦和破坏性 伤害某种程度上 比普通火焰更高 可能是由于无法熄灭 和SCP310-02异常缓慢的燃烧速度 没有观测到异常的心理或魔因特性 面对所有的灭火方法 SCP310-02 研究可以保持燃烧的方法是未知的 同时未知的是 为什么SCP310本身 可以轻易被熄灭 尽管只是暂时的 回收 SCP310回收于 昭焦的遗址上 位于英国的哈姆雷特周边的 虽然消防队员在放弃建筑物前 进行了8小时不成功的努力 但是该地点的孤立性 可能抑制了火焰的传播 在后续调查中 发现有7人死亡 可能是接触到SCP310 或是交叉接触了早期的受害者 该事件引起了基金会注意 由于特工 基于现有证据提供了预防措施 SCP310被安全回收 进一步对该地点的调查 显示它被用作一个 那个涉及此事的组织 也许会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SCP310处于此地 它之前需用作什么的 可为什么它引起的火灾 在最后导致了基金会的回收 尽管如此 SCP310的来源 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 以上就是SCP310 简单来说 SCP310是一支白色蜡烛 这支蜡烛会持续燃烧 蜡烛本身的火很容易熄灭 但一旦回到正常状态 就会重新燃烧 但当有可燃的物体接触到火焰 物体就会立刻着火 并且在将物体烧尽之前 都不会熄灭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做成为SCP4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